哇,蛮神秘的一个地方耶 泰国最高的建筑物 Cup,Cup,Cup Cup,Cup 哈喽,大家好,我是C理财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间 在曼谷55楼非常漂亮的咖啡屋 这间咖啡屋呢,可以看到曼谷的全景 而且它的咖啡呢,并不贵 现在就去了,Let's go 一路走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牌 引导你去EA Arabica Sawaddi Kaap Arabica tini na ha Kakou 这边还有一个专人在这边开门给你 Kal Thangni 先来看 哇,蛮神秘的一个地方耶 暗暗这样子的 好特别好特别 哇,想不到要去喝一杯咖啡 也会来到一个那么神秘的地方 诶 哇,果然还有一个人带你来 Arabica tini na ha 就是在这边等电梯 OK,进到电梯了 这个电梯好像只有 就是一个特制的电梯去55楼 到了55楼了 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多 哇,果然是一个 网红打卡的地方 这一间 阿rabica tini na ha 是2023年12月6号才刚刚开而已 没有想到就已经那么的多人了 他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 然后看着这个 曼谷或者说泰国最高的建筑物 就是这一栋KING POWER MAHANA COIN的 除了这栋楼还可以看到 几乎半个曼谷的view啦 那边还可以看到美南河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Bangkok Bank 这一间阿rabica整间的设计就是非常简单 白白这样子跟其他的 分行差不多一样 不过这一间特别之处就是他的view 哇,而且今天超多人的 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哦 走过来这边还可以看到Siroko 而且这边比Siroko好像还要高 就是这个view了 吸引了不少人特地来这边喝咖啡 这一间拥有 超级无敌美 曼谷view的 阿rabica呢 他的位置真的是 非常棒 就在这个 The Empire Tower的55楼 今天人非常多 而且他的店其实也不会很大啦 就是这样子一目了然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过因为他有非常棒的 景点就引来了真的是引来了蛮多人啊 加上现在的social media 那么的强大 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哦 才开不到一个月就很多人来这边打卡了 这个就是他 冲咖啡的地方 可以看到后面一个世界地图 再拍拍这边 诶 看一下他的冰淇淋 这边是冰淇淋吗 哦 OK 停 啊 坐的地方 可以讲是limited啦 所以想要来这边喝咖啡 看这个景点的人 记得要找来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没有几张遗址而已 就这样在这一间 Percent Arabica 喝了一个下午茶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来曼谷旅游 又想找一个特别的地方 喝茶看风景的吧 这边呢我个人是非常建议你来的 刚才我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够多了 然后坐在这边喝一个15分钟的咖啡 就发现到来的人更加多了 这边起码 五六十个人 100人有吧 这一间cafe呢真的是很特别 就算喝了咖啡下来呢 走出来也设计了很多东西在旁边 就是让你觉得你很 exclusive的感觉这样子啊 就算只是喝一个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又再次的走回来了 这个Empire Tower 就顺便走走看看 这个Tower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一栋Empire Tower呢 是属于一栋办公大厦 所以除了刚才楼上55楼 那一间咖啡馆 就是Percent Arabica外呢 这个底层这边也有好几间 咖啡馆啦 比如这间Cafe Pitore 或者星巴克 或者有一间 羊茶Tea House 然后又有一间 Muteki 现在刚刚喝完咖啡 走下来就看看这边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 办公室女郎啦 就是office lady 啊 泰国的office lady都长得 蛮漂亮哦 比如这位小姐姐 非常漂亮哦 非常漂亮哦 来走走看看还有什么 Yamcha Tea House 然后这边好像有一间 City Bank 哦原来这边上去是City Bank City Bank Tower 诶有KFC 肯德基 肯德基也有 在这一间办公大楼里面 Yamcha Tea House 哇难得在泰国看到Yamcha这个字诶 这个是广东话诶 哦这边还有一间 至高 Specialty Coffee and Juice 至高应该是日本餐吧 嗯 应该是日本餐 Karun 这间办公大楼真的是 除了咖啡馆 就是咖啡馆 然后又是咖啡馆 有很多地方都有卖咖啡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 很特别的地方给他的顾客做 比如这一间 看一下 Get Fresh 这是一间蛮漂亮的 玻璃屋 对面就是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的view啦 哇 泰国好特别的地方就是 在一栋非常 气氛非常严肃的大楼 楼下呢 竟然还有卖衣裤 就是卖这些衣服 而且卖的都非常便宜哦 200泰铢 150泰铢 这样子 290泰铢就有了 而且还有非常便宜的 街边小时哦 就在办公大楼的 底层这边 竟然还有卖香水 竟然还有卖香水 然后这边有卖 还有卖 饭呢 所以如果在这边打工 想省钱的话 真的是来这边 60泰铢就这样可以吃 一餐饭的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吃饱过后还可以 可以吃一个 Soft cookie 45泰铢 然后还可以吃冰淇淋 哇 这个就是泰国非常佛心的地方 这个 烤猪肉炸猪肉也是 60泰铢而已 然后这边还有卖 这个应该是叫 Nem Neng 然后靠 Gukapi 就是这样子 混 凉饭啦 凉饭这样子的食物 真的是蛮不错的 这个办公大楼 我问看一下 Nong Tatamtini 米突弯了 米湾尼 米湾尼 20泰铢 Liao lang 20泰铢 卖米了 那是米买 你来这边冲碧买一边 冲碧买 哦 D呢 米一滴呢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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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 常常都会有的 然后常常都会有 不一样的 档口来这边 摆 真的是 非常 佛心的一栋 办公大楼啊 而且它的东西 也是卖的非常便宜哦 就跟外面的 路边摊 一样价格而已 就这样在泰国 曼谷 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想看我介绍更多有关 泰国的旅游资讯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CD菜 我们下一集再见